其實最應該的,是通過一條主軌 即是主軌 主軌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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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理解,是否跟他的理解不同 那我問你,主軌是甚麼呢? 主軌是主軌是你,如果要主軌 如果大部分香港人說,當然是五大訴求 即是五大訴求裏面,如果你真是回應到這五樣東西的話 所有問題,我相信大部分都已經形人而解了 當然會犧牲了一部分人 那些人一定是被用眠即棄的 即是你都知道在官場裏面就是這樣 有些力撐反對這些甚麼獨立調查的 反對這些所謂止暴制亂的 即是用這個和平止暴制亂方式的人 那你一定是被犧牲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這個是跟最高領導的想法是相符合呢? 吻合呢? 那很明顯就是,即究竟… 即是你的鬼就是我的人,我的人就是你的鬼 沒錯! 最慘就是這個,人鬼仕途 人鬼情未了,原來是 他現在是上演那裏,人鬼情未了 那這個永遠都是深層次矛盾 是呀,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是一國兩制的正常 即是你的一國兩制和七成子民的一個兩制 所以那個正軌永遠都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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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 就是啦,還有中參就是說,一時譬如… 那意思就是,他越重回他的某一條正軌 你又會覺得越偏離你的正軌 是啊,即譬如說,很簡單 如果他回到六月之前的,他就是叫一個正軌 那你也會害怕的喔 即是如果他… 就是重回正軌 沒錯 重去這個逃犯跳泥 是啊,即是他回到正軌的時候 他又深紅了嘛 最愛的一點 即是,你都知道他啦 一定要最厲害那個的嘛 那他回到重回正軌的時候 你這個大小了,即是我們又來一次 即是他要回到正軌的時候 一個最愛的所謂的正常的他的時候 你其實在香港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你只不過不是叫做逃犯條例 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來的 可能23條 可能不知道是國民教育 總之他的正軌 就是你的付出代價的時候 那有一個說法包沒錯 就是那個一國兩制的正軌 是啊,是啊 但是重回那個一國兩制的正軌 是哪個年代的一國兩制 當然是九十回規之後 但是你見到那一國兩制慢慢的 雖然叫做不變形 不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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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樣呢 就是重回哪個年代的正軌 是啊,這個也是 是六月前 即是說是董生的正軌 董生 其實去到曾生年代 那個正軌 都勉勉強強的 但去到梁生年代的正軌 一國兩制的正軌 就已經歪來歪斜了 去到現在這個時候 所謂一國兩制已經完全變形走樣 對香港人來說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所以這個 這個叫做重回正軌 又是 你究竟是 你究竟是 你這個 鬼五馬六的時候 你去到一個人 就不認得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即是你 你拍到花光的時候 那 香港人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 你都要去到正軌 什麼正軌 要先說清楚 你先說清楚 最好是電視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先說清楚 他先說清楚 重回好些 還是重回好些 還是重回好些 我想都要重回 對 重回 會不會重回一條龍位 其實現在 現在 就算讓你重回到也好 那裡 可能這裡又爛了 那裡又掉了 那裡又掉了 這個又化了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用得到 或者去分 這個龍位 不是那麼安全 都賴移民的了 重回好些 就是最好 是啊 今星期三好時間 報告 今星期三好時間 林鄭就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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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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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又在哪裏呢 就在這個 中立班就是在這個 林鄭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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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不算是在那裏 所以 我們出來 你們去吧 OK 給個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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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的時候 什麼洗手 好啊 這期 說回疫情 這個就是大家最關心 如果突然聊聊 那個人 不好意思 這樣就麻煩了 很害怕 疫情 現在就去到那個學校那裏 好像中大 學校那些說法很有趣 又沒有發燒 又沒有咳嗽 又沒有發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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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發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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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他都來到香港 來到香港 通常都在內地 都在內地 有發不上的馬 所以比較寶貝 那麼寶貝 那麼寶貝 還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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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未知道的嘛 來到之後 突然間覺得有些事了 都有人去醫院了 我想 那種感覺很強 因為他看到 對啊 連香港醫院都說 他沒有發酷 又沒有什麼咳嗽 那就觀察一下吧 其實現在都在那裏 觀察的那個階段 其實他在說很多的疑似個案 其實在香港 其實真的很快 都檢驗到 都不是同那個 那個病毒 是貧因 不是那些來的 香港現在檢驗出來的 全部都不是那些來的 只不過是有些 是 甲炎流感 有些是腺病毒 或者是有些 平時的呼吸道 不過就是會有一個 這樣的恐慌症 因為常常是會 例如說 有一個回來 我都會看到很多人 就是好像那些虛虛的 小虛虛的 小虛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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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準備學會上課 對 香港就進去醫院 這個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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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什麼 讀書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小虛虛 你進了幾次後 沒有醫療室 醫療室 醫療室 中學了 小虛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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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得太多 也太多幻想的 小虛虛 沒有這些 讀書多幾年都沒有 對 讀書多幾年都沒有 是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 潛在的 不是不明言 是明原因的 不是肺炎 是肺了 不是 放完假的 所以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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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是 心情 拍了整個 這個就是 假期之後 回到那間學校 那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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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樣 那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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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開學 真的有病 點 這是第一 第二 回到大學 香港的 對呀,對呀,自己是布袋,那天出現叫布袋,所以你想一下加加紋 沒有,沒有,那天叫肺袋就行了,不是的,加紋不是這麼多東西 會不會有情緒令到突然間見到這個不舒服? 我們不是一群人都一起去嗎? 對呀,你也不舒服,還有,你也不舒服,傳染什麼不舒服,這樣就不舒服了 我見到你不舒服,我又更加不舒服,我沒有意味,很累 對呀,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就會出現那個,他沒有法使用,他沒有 但他真的不太舒服,就是這樣,所以就不舒服了 他有來自武漢,最慘就是,所以他路過的有多好笑,有些是經過過,可能去玩梅,這樣可以出現 那現在都是在那個開學的氣氛上面,濃濃罩住 如果是吞詞開學,可能是,他很病的,自從吞詞開學之後,都精神了,還有,都很癢 讀三次100分,100分,我跟他開學之後有問題,心情影響了,你見到他又沒事的 我們希望是,市民當然希望,學生說開學了,所以有些不舒服 正常的,武昌附入了那個,其實說什麼名字,問一下小圖了,即是說,他是不明原因肺炎,來自武漢的 那現在有沒有一個,即是,近時SARS,中文的譯音,SARS,沙灘的沙,誰是? 是不是,士兵,士兵的士,沙族, title SARS,sars, anyway,SARS,SARS, ans 差不多會說SARS,SARS是什麼,SAR又說到,有關係,又誇張,現在的譯名,是什麼 現在,有些建議就是,用WOS,為什麼 因為武漢普通話的拼音是W 所以就說是這個 Wu Han 所以就Wa-R-S Wars 你又用Wars 你用了Wu W拿了它的字頭 你用Wu Ha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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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 讀出來的名字不順口 讀不到就沒什麼事 沙士山一講那麼快 講英文出版 你導致讀不到當然沒有那件事 有些話說說說說說說說就沒有了 人家Wars也是有Wars 但是我想問醫生 這些是否確認了是有才可以有這個名字 譬如現在叫不明原因什麼肺炎 你不可以有個名字給它 有 萬一有的時候就是用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病在哪裡出現 就是去那個地方 還有揹了名字的結果 通常都是會來中東 因為中東出現 原來香港那個 其實 強行當作是香港 當然其實主要的地方就是內地 廣東 但是現在 真的在武漢發現到 又是一隻可能是新的品種 就可能拿了武漢來做 通常這些病都是跟一隻動物有關的 哦 又回到動物的 即不是地方嗎 都有 但是他一定會找一個宿主 找一個店頭 例如中東那個Mersi 他本身就是來自蝙蝠 蝙蝠 然後咬到駱駝 就變成駱駝 就變成駱駝 就變成了中東的 出現了 對於不叫福士 其實沒有人就是 因為他還沒找到 本來以為是駱駝 對 因為本來以為是駱駝 但發現不是 駱駝再上面也還有 就是福士 你現在就說一句 海鮮市場裡面的野味 正所謂是seafood seafood 這個叫做野屎 即他表面上是叫seafood 即是海鮮 但其實他是野味 很有趣 海鮮市場外圍 應該是海鮮外圍 兩個是 他是一個關類 他是掛魚頭 就賣鹿肉 即是師傅說回來 我去海鮮部隊 又有野味賣 對 即是釣鬼菜是這裡 那動物是誰呢 即是一隻未出到動物 因為他裡面說是比海鮮公園更厲害 為什麼是比海鮮公園更厲害 是種類的 如果比海鮮公園更厲害 現在海鮮公園少了人 即是少一點人去 安心一點 即不是說是海鮮公園無生意 我意思是說 如果太多人聚集 太多人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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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裡面什麼都會有 又有駱駝 又有果子尼 又有穿山甲 因為你不知道在哪裡 他可能會有來自於內門的小馬 又有來自東北的梅花鹿 然後又有來自廣西的村山甲 蛇啊 龜啊 即是你不知道 現在最慘的是 找不到是哪一隻 即是在整個動物農莊裡面 即是如果你快點找到 就會好一點 現在就是 這麼多隻動物 都不知道哪一隻是 現在就知道 應該是不關蝦蟹事的 唯一知道 應該是不關海鮮事 就是這樣 其他呢 就不知道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本來呢 以慣例 是要回見 新當選的全體區議員 向他們解釋 政府怎樣去運作 以及跟這個區議員 怎樣配合 誰知道呢 就總統和各區的區議員 是拒絕說 無畏見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今次呢 這個區議會選舉 是被政府公讀政治化 下選的那些呢 是特區政府呢 竟然寓意 是廣泛的派位 那無形中呢 就會令到 新當選的區議員呢 就已經覺得呢 是失去對政府的信任 因為這樣的行為 亦都是政府對他們呢 是投意不信任票 其實他們個個都是 二三二三票 就是由選民選出來的嘛 那 本來呢 這些規見呢 是應該的 因為呢 因為呢 政府呢 是有致亂的活動 和種種 和這個區議會合作的 有的關係 和方式 聽了呢 就是不聽 又不吵 但現在既然呢 政府和民間關係 呢 這麼惡劣 和區議會呢 整個選舉呢 也是 公共的對立 根本呢 下選的意義呢 特區政府呢 竟然呢 是以政治利用呢 諸董包庇和補底 那本來自四年之後 區議會再選舉 這陣子 應該有些樂選 特區政府呢 是否依這個關係呢 應該任務要排位呢 起碼張建宗 就應該呢 是答對這條問題 先 才可以提出 區議會一起見面 所以這樣下去 我們要問 有沒有 這條問題 關於2020年 就絕對 不會是 平和諧的人 是